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尾盘可能跌了一百多点 是不是 本来是跌三四十点 后来变一百多点 那你是不是输钱 所以真的 我常讲做股票不是说看短线 老师我每天都要冲 老师人家指标软体好准喔 对不对 买进讯号就买就大涨 然后卖出讯号出来就大跌 真的有这么准的东西吗 我问你 那个都是骗人的嘛 我常讲这个盘 他就是在一个横盘的区间 即将要表态 其实今天理论上 应该是很好表态的机会 对不对 今天过高了嘛 今天最高15717嘛 有没有 已经过了这横盘的高点 我们把这个打出来看 对不对 已经过了横盘的高点 其实今天如果说不要 因为磨台的季度的调整 或者说因为四天的廉价 主力呢 很多主力想卖股票 卖压比较重 要不然早就过去了 那没办法 今天季度的调整压了下来 对不对 那再来廉价 大家也不太想买股票 每个都想卖股票 都OK 但是呢下个礼拜 回归正常了 他有没有机会上去 我觉得很大 了不起在那边鬼混了 但是我觉得上去的机会很大 那你就好的股票 对不对 目标还没到 未来还有大爆发的实力的时候 你不要乱卖 你不要追高杀低 真的 你这样子玩钱真的 输不完啦 我讲白一点嘛 对不对 你看这 这 昨天前天每个都在讲 哇 观光股 观光股 涨到这么多了 你还在观光吗 对不对 涨到这么多 你还在观光吗 还在观光吗 真的啦 我说 本益比都已经很高 都已经飞到天上去 这个 这个涨得比生技股的合一 生技股的什么药花药 涨得比 对不对 都还要高的时候 我跟你讲 等到那个六千块 发出来的时候 就是他们要倒了 他们一定会倒 就跟那时候四九六一的天狱嘛 有没有 我前年不是跟你讲 你看到天狱长成这样 比合一还要合一的时候 有没有 你还要再去买吗 你还要再听那些老师说 敦泰本益比十倍很便宜 敦泰不涨 电子股不涨 没有道理 买在历史高点 现在敦泰多少钱 七十一块 你的老师买三百块说敦泰很便宜 现在七十一块不讲 不敢讲 忘记了 所以真的 股票他都有他的生命 每档股票都有他的位阶 每档股票都有他的价值 当涨得超过他的价值的时候 市场上人家疯狂的时候 你要你要怎样 你要冷静 你要听我的话 卖出 听力 对不对 当人家都在杀迪的时候 你要听我的话 不要杀迪 对不对 天狱 几个月前我在东森 我在我的节目告诉你 不要杀迪 他会反弹 莲勇 对不对 会反弹 莲勇我是这边还告诉你 五百多块我还告诉你 很多老师说主身段 很多外资说六百八百一千 我是在这边五百多块告诉你要卖 驱动IC我看不好 对不对 等到跌到两百多块了 没人讲 我说会反弹 但是这边的反弹 我觉得就先看反弹 当然你OLED的DDI 不错 会有极单 车用的会有极单 车用长线也不错 但是问题是他不会 现在还不会回到说 都在之前这么好的时代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现在就是筹码 但是最近融资在减 融券也在减 最近空方有在认输了 放空的有在认输 所以短线上燃料比较少 你要了解我的意思 股票是产业面 筹码面 面面俱到 心里面 什么面都要俱到 不是说 老师人家指标软体 指标软体 指标软体就是KDRS IMA CD DMI 布林通道 三关架什么的加在一起 这样计算而来的 他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都是落后的 你看这阵子盘整很多人赔了多少钱 对不对 追 追在高点 停损在低点 追 太多股票了 追股票我不会 我做了20年的头顾老师 对不对 哪一个天天涨停板的 哪一个天天大赚的 我不认识吗 人家天天这样讲 人家做得到生意啊 我知道啊 总是会有贪心的人被骗啊 对不对 这20年来都是如此啊 但是呢 我就是不想 我讲得很白 我要买的都是未来会好的 还有肉的股票 没有肉的 风险高了 我绝对不会带我会员买 就像同样创意 四五百块 四百多块 我会带我会员买 对不对 底部 我也告诉你创意很好 但是你说涨上来 嘎空了 很抱歉啊 你在这边买创意的 你就是在赌博了 对不对 还好是昨天 昨天融券还增加 这个 没事去放空创意 这就倒霉 算他们倒霉嘛 对不对 我说你宁愿选个威盛嘛 威盛便宜 同样AI 你看威盛便宜嘛 对不对 昨天涨前天还大涨 当然威盛是 我的少部分清贷还有流 还有买 大部分会员都没有 我们买另外一支 比较便宜的 那支 真的也是蛮便宜 蛮特殊的股票 那股价低于净值 它就像 我们以前 好久好久以前 买八九块的彩金一样 那时候 那时候 我跟我们总顾问 在讲彩金的时候 八九块 我想有些人可能有看过 那时候 讲了一个月 那时候讲八九块的彩金 我们讲一个月 你看到一个老头子 还有我 两个在讲彩金 第一个股价低于净值 第二个要转亏为盈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讲彩金 讲一个月 八块多九块多 就在这边 后来真的涨了 后来又大涨 因为缺疫情 缺面板 涨到三十块 而我们现在就是 就是一般的会员 或者不是我自己电话清贷的 不是我自己电话清贷的 那就是买类似 类似八九块彩金的股票 它比较便宜 那一定会赢的 而且有大转机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你做股票 真的 有些人喜欢天天充 天天快 但是你扣掉手续费 你有赚多少 对不对 你的指标软体 百分之百赢吗 你的老师电视上都指标参数软体 每天都赢 每天都赚 真的吗 都只拿赚的出来吧 是不是 谁股票跌了会讲 对不对 就像说今天广雨没动 我也看好他 今天富顶 小跌 我也看好他 哪一个老师是这样做节目的 哪一个老师在骗 每天都涨停 每天都大赚 做期货也赚 做股票也赚 当冲也赚 很厉害 没办法 妖魔鬼怪 不要说头裤老师 其实网路上什么达人 什么卖课程的 对不对 都是一样的 每个东方是拿对的出来讲 这样对你有帮助 这样有意义吗 所以在年假之前 我只是有感而发 我只是觉得说真的 这个行情当然 对不对 就是磨人 你说今天这样被外资 嫉妒的调整 杀这样子 台积电被杀了下来 杀了七块钱 尾盘杀了十几块 但是你说嘛 下个礼拜他会不会跳空开高 会啦 以台积电来讲 你看外资就很好笑嘛 外资是很好笑的 你要记得有一天季度调整 这一天吧 应该这一天 对对对对 MSCI的季度调整 去年嘛 去年有一天 对不对 去年有一天 拉到多少 最后一盘拉到五百六十块 有没有 结果呢 就是最高点 去年的那一波最高 这一波的最高点嘛 去年五月份 季度调整 那谁是季度调整 五月三十一号 五百六十块 后来因为 盘也不好嘛 因为这个怎么讲 地缘政治的关系 台积电被杀到三百七了 今天又是季度调整 台积电又被打下来 那天拉了就是最高了 今天打下来呢 好啊 下礼拜就有机会上去 当然台积电要看外资的态度啦 也要看政府的态度嘛 政府 当然政府现在也不会说很积极的护盘啦 我觉得反正都已经一万五千多点了嘛 对不对 你看那个 金管会嘛 他也把限空令取消了 其实 限空令取消 我个人认为啦 早上我也跟我的会员报告 我说 限空令取消 我觉得是在右空 因为 金管会也很贼嘛 他也知道嘛 三月份很多股票 空单要强制回补嘛 你了解我的意思嘛 你去空嘛 到时候被强制的回补你就倒霉 你看这个创意就是这样嘛 你的空单 就已经很多认输了 这几天已经很多认输了 但是昨天又增加你就倒霉 你看威胜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为什么我说 几个清代会 威胜就抱着就好 因为我今天早上一看 威胜龙卷还多一千多张 就死定了嘛 你这些放空的就死定了嘛 今天有没有再继续被嘎 红达电 红达电呢 红达电的空单有补啦 昨天只小针五十四张 红达电最近的空单补了不少 从两万五千张 补到两万张 补了五千多张了 这些放空的有点在认赔 但是还有两万张喔 还有两万张喔 我跟你讲这个 如果说下个礼拜再上去 就有机会再嘎这两万张喔 你看这2201的玉龙 有没有 还有七千多张的龙券 有没有看到 所以股票是 产业面 筹码面 面面俱到 你看我的节目 我都是教你最正确的观念 我不敢说我是神 我不会像那些卖指标卖软体卖参数的 每天把自己讲的跟神一样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 错的不敢讲 错的一塌糊涂 最高杀低 但是我会跟你讲 最正确的观念 什么时候可以玩 什么股票是怎么看的 什么产业未来会好 就跟我昨天跟你讲 金元重生一样 你说4768 对不对 今天一开高 这就有人想卖 就卖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很特殊的东西 就跟你说像 最近很强的4763的材料一样 有没有 这长多了 这个真的长多了 这都是特殊的材料 但这个是做烟草的 这比较特殊 但是你看今天这个量那么大 长那么多了 当然 这不可以算了 但是4768呢 还没有啊 历史新高在哪里 对不对 在这里 现在才在这里 它还有肉 而且是台积电高阶制成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 操作 你要看产业 你要看位阶 就像说 对不对 你说这是什么军工股 说真的啦 对不对 涨那么多了 你要去追吗 今天军工股也是跌很多啊 对不对 很多也是跌很多嘛 你没有必要躺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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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为什么 AI 我除了创意以外 我就选威胜 还有台积电高阶制成 因为威胜便宜 威胜有 有车用的AI 对不对 跟大陆合作 然后又有X86的系统 对不对 这个去美化的晶片要用 虽然他现在 还没有说 很赚钱怎么样 但是他也有 转投资很多人 他又转投资 6756 对不起 他又转投资威风 威风也赚钱 他也是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 有一阵子也做威胜 30几块做到60几块 对不对 威胜就是很活的股票 基本面 我也告诉你 甚至对不对 产业界的人 也觉得还OK 所以我才 这几天也才鼓励你 你不敢买创意 你买一下威胜 也不错吧 对不对 所以 真的啦 股票 他不是说 那么的 怎么讲 可以让你 马上快速的致富 很多人 最近去追什么星贵 追星宇航空 追到你要成立自救会 真的 有用吗 没用 对不对 那天 那个 环宇财经 还来访问我 真的 我就讲得很明白 我说 航空股 航空股好赚 飞机一台多少钱 维修多少钱 油料多少钱 对不对 虽然现在是解锋 当然 营运是一定会好 票价也涨也是不错 但是航空股好赚 你非要这样子 大家这样追成这样 追到 套了三成 然后哀哀叫成立自救会 我觉得真的都是制造的 尤其是当媒体又很热的时候 我那天还特别讲 以我的观察 是很多主力套长龙行 很多主力套长龙行 对不对 套华航 你看 这是为了 拉航空 拉星宇航空来解套 它拉了起来 对不对 你看最近 这两天 你看 华航长龙行 你看 最高点就在这里 人家都跑光光了 而且一堆人又套了 航空股跟航运股一样嘛 就是 你要跟着景气循环嘛 长龙行还算 对不对 这个 算经营绩效很好 你看还不错 还有三十几块 这几年 对不对 好的时候 这十几年来 对不对 从民国八十八年 民国八十八年以来 好的时候还有三十几块 不错啦 你看华航真的绩效不好嘛 当然华航我们不能说 人家不认真啦 只是说真的 航空业本来就不好赚了 然后它又是国营的航空嘛 你看 真的是几十年来 华航最高五十几块 对不对 这几十年来 从民国八十二年到现在 我问你 也是有景气很好的时候啊 对不对 两岸也是很频繁的通航的时候啊 观光也是很好的时候 但是就是你看 股价就是这样而已嘛 你要买在 又要买在历史高点嘛 就跟航运股一样嘛 对不对 那时候两百多块 我一直在骂 一直在骂 我说你去买两百多块的 长龙阳明万海 你会输一间房子 你会输一台车子 我那时候为什么要讲这么狠 全中华民国只有我这样子讲 为什么我要讲这么狠 每个都在买长龙 每个都在买阳明 每个都是航海王 每个老师都在 航海钢铁是主流 对不对 从早上的报纸 到盘中的节目 到晚上的财经媒体 什么名嘴 每个都在讲 长龙阳明 航运钢铁是主流 那些老师 很多很有名的啊 我怎么不知道 很多人就被吸引了 很多人都买在历史高点 你去找他逃吗 他也不会理你 输了一间房子 输了一台车子 输了车子还算小钱 输房子的一堆啊 你也讨不到了 那现在呢 就算反弹 我知道会反弹啊 反弹又如何 能到哪里啊 我问你啊 能到哪里啊 也回不到你的两百多块 所以 什么人真的是对你好 你看我有时候真的很凶 我不想要这么凶 我希望像别的老师一样 每天跟你笑哈哈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每天都跟你这样笑哈哈 今天我们什么 太义掌停板 恭喜会员大赚 今天什么 对不对 真的有些真的我还不懂 这什么鬼股票 今天星星 星星 星星涨停板 大赚 你看我们会员要赚钱了 大赚 笑笑的 赶快来加入喔 对不对 达人呢 那些网路上的达人也是 你看你看我今天是不是跟你讲 我星星是 星星强势股 天底下 太多这样的马后炮 骗子 你要去专家 我没办法啦 钱是你的啦 输会费绝对不是重点 输可以输超过会费好几十倍啦 我只能这样讲 很多人看我节目看很久 对不对 他知道我讲的都是真的 他知道我讲的都是 以后都会实现 该坚持要去坚持 好的产业 好的公司在抵挡 该坚持就是坚持 不好的产业 你短线上涨得太多了 不服他的一个价值 就算他再凶了 我跟你讲 我也不会带会员去买 反弹的股票 我不会带会员去买 我要买的股票 一定是未来会好 还会更好 这是我的原则 就算大盘跌了六千点 去年我也告诉你 我不怕 是不是 我可以保护到我的会员 所以好好的想一想 这个盘我觉得下礼拜应该会不错啦 今天压成这样 当然是一个横盘的格局 今天已经突破了 今天高点突破了 那就下礼拜如果开高走高 那个嘎空就嘎不完 那当然你还是要买好的公司 还在低档 说富顶便宜 对不对 148会不会过 广宇 对不对 这个周线还算漂亮 这个礼拜量缩 五周均线没破 还在一个 这边一个压缩整理 只要一点火就过去了 一点火一过去 对不对 历史高点一百多块 鸿海集团要坐车 绝对会有生意 对不对 富顶广宇 绝对也会有很大的生意 台积电的概念股绝对是 重中之重 你只要能够打入台积电的供应链 鸿海集团在低档 其实 这未来是赚不完的 未来是赚不完 你也不用管说 这边的如何的震荡 我只是告诉你 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要做就要做低档的 有肉的 你不要给我去追高杀低 你追高杀低 输钱了 对不对 你的老师不会去理你 反正你的老师都天天赚 你自己看着办 小心一点 对不对 钱太多 不如来加入会员 就像这车用的AI 什么灵群什么挖钩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档历史高点这一百多块 现在呢 还在这边 它有没有倍数的利润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上层 金层 这个呢 创意第二 我跟你讲 我创意我不会再买 我顶多就带一些人玩玩威盛 但是创意第二 非常好 非常好 我都会远知道了 非常好 这家公司做的东西很好 这个长线的一个 大发展的一个产业 现在很便宜啊 很多 很多大基金都套在这里 很多大基金都套在这里 这如果上去 应该有两三倍 应该要两三倍 好好的把握 也祝各位超顺利 把电话拨通 加入我的行列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欢迎来电视 也祝各位超顺利 赚大钱 祝各位休假愉快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